台北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 經常說台灣人對文化保育特別有一套 這幾年台灣多了不少新景點 下次去台北想感受一下台灣的文藝氣息的話 不妨去勇敢時光生活園區走個圈 這裡前身是日治時期的台北刑務所官社 附近一帶曾經是日本人聚居的住宅區 後來在2013年被台北市文化資產審議委員會重啟文資鑑定 將七棟刑務所官社登陸為歷史建築 再經過一輪計劃和修復 園區終於於2022年9月正式開幕了 容錦時光生活園區內總共有16間商店 有餐廳、咖啡店、生活雜貨和和服體驗等等 最重點在這裡的建築充滿舊日本風情 所以見到現場有很多人專門打卡 如果喜歡喝咖啡 一定不要錯過這間輕波咖啡 老闆由咖啡車攤檔起家 又贏過台灣和世界咖啡大賽的冠軍 還多次被選為世界最佳50間咖啡店 只是這份CV都很值得你停下試一試 謝謝 謝謝 好優貝果這裡也有分店 除了一個個新鮮出爐的Bagel 之外 餐牌上有多款造型可愛的Bagel 餐點 有鹹有甜,賣相和味道都不錯 九州鬆餅阿芙也選擇在這裡開設首間海外分店 主打100%天然的食材製作 口感特別鬆軟 容金時光生活園區其實不算太大 但建築物的細節位都很精緻 每間商店都有自己的特色 而且地理位置方便 下次有機會的話 不妨花多一兩個小時慢慢走 請訂閱我們的Youtube頻道 記得按一下小鐘 小鐘仔阿